我今天因为有人说让我试一下大象徽 我因为可能昨天我背的那个我穿的衣服的颜色可能偏暗 我就会觉得暗色的衣服再配暗色的包就显得特别的老气 但我今天我觉得我怕也穿一件就是偏亮一点的颜色的包 我就会觉得比红色的要好看 偏亮一点颜色的包的衣服 好吧我重新说 我今天穿了偏亮一点的衣服的颜色再跟这个配 我就会觉得比昨天配起来要好看 昨天我觉得我被这个包照了一下就觉得特别的老气 总之就是它没有什么抢眼或者是增加分的地方 然后这个红色可能是因为比那个黏分要多一些 它就会比较贴合就是有这种垂感我觉得 就这个摸起来是软的刚刚那个摸起来 没有那个里面有填充 也不一样也不太一样 对那个摸起来发色这个还是滑滑的 新品新包包就是TCP新包是这样的 然后我就会觉得红色可能就是更可能因为它有这种实用感的 我觉得更贴合一些 你觉得呢 你觉得红的还是好看还是大小灰 嗯 都是你好看 跟谁比都你好看 你不用客气 不让他去了 他给我来一个 也不给我买瓶棍 你不许多 你不要乱了 你不要乱了 前面要到道理菜市场了 拍一下堵车给大家 前面又要到道理菜市场了 拍一下堵车给大家 我们今天学聪明了 今天想去中央大街 然后就不开车了 今天打车过来 哎呦 晕车了 我也不舒服了 嗯 你没晕 你没晕 大家首先可以跟着我的镜头 看一下这周边停车 多难停 边都是挺满的 然后要在这边停的话 跪是一方面 不好停 你可能要等 你可能要堵别人的车 所以我们还是 不会太选择把车开到这来 但实际上呢 昨天有小朋友说 没到中央大街呢 我们今天来 我们才发现 距离昨天那个地方确实不远 但是昨天真的是没有打算来这个地方 但是昨天真的是没有打算来这个地方 来中央大街呢 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就是地板 地板有变化 其他地方就是水墨石的 然后这边就还是原始的地板 第二个呢 就会觉得每个人手上都有个冰棍 或者有个串 或者有个什么 面包 面包 一个面包有啊 有啊 妈妈来的主要目的就是买面包 就购任地宣伤 没办法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没,没,没as have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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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字上写的是 哈尔滨市江沿小学校 但是没有人这么读 哈尔滨人一定说是江沿小学 真假 你能确定吗 大家问大家说 你去哪去江沿 你看一个人说我去江沿 哈哈哈 说一下这个位置关系 我身后现在是中央大街 然后这边会有个地下通道 我的面前会有个地下通道 然后过去了之后就是防空记忆塔 就是江边了 所以这个是江沿 江沿 江沿了啦 中央大街 像边上这边就是什么 苏宁易购啊 苏宁易购这些 就是很商业化的东西 所以说就是一个 可以理解为一个商业和 就是商圈 就是商圈 古建筑吧 比如说古代的建筑 或者想看那种 什么俄罗斯那种建筑 去到外 不要来这儿 反正 到外比什么好看 然后人比较少 我们是真的不是很愿意来这儿 就觉得人多了破范力 对 多有一些烦闷 哈哈哈 很烦 我们下期再见 哈尔滨到了这个季节 太阳落山的时间会非常非常早 摄影班能不能看得到 现在已经4点51分 也就不到5点 现在太阳能照到的地方就这里了 其他地方都是已经被挡住了 那这边就是太阳落山的地方 落山的方向 5点半的时候天就已经全黑了 能想象吗 3点多天就黑 好了今天就是这样吧好吗 因为太动手了 对动手动脚动手动脚 明天我问我说明天出门 给你们穿秋裤你们穿吗 他说去哪儿 我说穿吗 他说要穿 拜拜